看着亲人的遇体悲伤地说不出话来 吉达州今天上午发生船难 上午十点半左右 载有十二人的小船从班查出发 开往一公里外的莫迪卡海滩 不料却在航行途中出事反复 附近的船只随后立刻上前 将所有人救回岸边 不过其中两人上岸后 没了呼吸心跳证实死亡 其他十一人则没有大碍 警方证实死者是十九岁的叶伟祥 和三十四岁的白丽怡 他们都来自吉隆坡甲洞 所有死伤者都被送往双溪大年医院 死者家属在场等候 颜面痛哭 根据了解出事的船只 疑似引擎被拖往于船的缆绳缠住 才会酿成意外 而事发当时 乘客是否有穿上救生衣 出现了不同的说法 当中的细节还有待当局 进一步厘清说明 NTV7综合报道 细节还有拿说明 那个可以从不不不就可以 不可以计仿意外 明镜需要了 mant